为了在大逃杀中生存 所有人选择牺牲我 后来 他们哭着求我放过 我坐在怪物身上 嫌弃地擦掉喷出的血液 冷眼旁观 正文开始 新学期 课表里多了一门课程 大逃杀 时间是晚上七点到十点 没有人注意到晚自习变成了大逃杀 晚上七点 上课铃声响起 学校的气氛煞时变得诡异起来 教室里的灯光忽明忽暗 在一瞬间尽数熄灭 天空是血红血红的 没有月亮 却不知哪里透出微弱光源 多媒体自动打开 屏幕刺目鲜红 上面有黑色的字 一 本次课程为期一周 每天晚上七点至九点 二 在此期间 请各位躲避怪物袭击 或者杀死怪物 三 吃饱后 怪物会休息十分钟 四点八点半后是忏悔时间 每个人必须写一件 自己所做的错事 第二天会公示 五 上课期间 违反校规的人 会被怪物吃掉 但允许使用手机 PS 规定持续更新 与此同时 校内广播 响起毫无感情的女生 离怪物出现还有十分钟 请各位做好准备 这个声音很熟悉 我却许久都没想起来 究竟属于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班花颤抖着声音 是恶作剧吗 你觉得像吗 班长推开窗户 看外面 我们向外看去 学校被一层浓雾笼罩起来 完全看不到外面 班上的几个小混混不信邪 当即翻窗朝大门跑去 似乎想翻越围栏 可刚一接近 便听到惨叫 几名女生被吓到了 赶紧报警 然后发出绝望的声音 没有信号 其余人纷纷拿出手机 确实没有信号 可诡异的是 班级群里收到了消息 还有七分钟 发消息的人 头像一片漆黑 昵称是几个字符 所有人面面相去 不知该如何是好 班长推了推眼镜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现在我们只能照着规定做 班长是班上号召力最强的人 此刻人心惶惶 因此都听从他的指挥 我却感到奇怪 他为什么可以如此淡定 似乎察觉到我的视线 班长侧过头看我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在班长的指挥下 全班45人分为7个小组 分别躲到不同的地方 组长必须每隔5分钟 在班级群里接龙汇报情况 我所在的第7组 躲在了教室办公室 办公室有一个大窗户 可以清晰地看到操场的情况 班长就站在窗边 冷静地看着外边 外边传来一阵嘶吼 像是要冲破耳膜 我一下子栽倒在地 捂住我耳朵 班长就站在窗口 一动不动 我很想喊她躲起来 却害怕发出声音 被怪物听到 走廊上很快传来惨叫声 救命救命 是混混的女友 她的声音好凄惨 我捂着耳朵 努力隔绝这个声音 过了会儿声音消失 我松了口气 想看看情况 刚一回头 正好看到一个头颅 从走廊里滚了进来 头颅滚到我脚边 她双眼凸起 如同溺水的鱼 可眼睛里流出的液体 混着脖子的血液 浸湿了我的鞋尖 我张大了嘴巴 片刻失声后 终于惨叫出声 刚发出一个音节 嘴巴便被班长捂住 她在我身后压低嗓音道 闭嘴 我连呼吸都在颤抖 却只能点头 此时离怪物出现 才过去五分钟 怪物吃掉了李田 休息十分钟 班长这才放开手 我松了口气 瘫坐在地上 同组的还有三名女生 和一名男生 他们也被吓得不轻 在看到李田的头颅时 赵楠甚至吐了出来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都会被吃掉吗 所有人的目光 都会挤在班长身上 而班长却看着我 休息的十分钟 各组组长在群里 复盘方才的情况 死去的李田属于三组 是留在教室里的一组 三组组长说 当时他们并没有 发出任何声音 所有人都躲在桌子底下 那时怪物朝里面张望 还撞翻了好几张桌子 倒下的桌子 压到了李田的腿 他下意识发出了声音 下一秒就被怪物抓住 他们眼睁睁看着怪物 将李田啃碎 只剩下头颅 五组组长说 李田死 会不会是因为 他发出了声音 刚一说完 发来消息 怪物再次出现 走廊外 阵阵脚步声让地在震动 那怪物定然是个庞然大物 为了避免下意识发出声音 我将外套塞进嘴里 汗液混着口水 浸湿了衣服 那怪物似乎在走廊外徘徊 或许是没了声音 他锁定不了猎物的方向 冒出这个念头时 我想 所有人应当都和我一样 松了一口气 可下一秒 惨叫声再次响起 是走廊尽头的厕所 那是两组的藏身地 怪物吃掉了赵杰 汪洋 刘木暮 休息十分钟 在听到死了三个人时 我的第一反应 竟然是庆幸 我拍了自己一巴掌 同学都死了 怎么能这么想 赵楠颤抖着声音道 难道 他们发出声音了吗 此时 两组组长在群里发了消息 我敢保证 我们组没有一个人出生 为什么怪物还是来了 这一消息 无疑让现在的情况雪上加霜 更加摧毁了大家的精神 三组组长说 不是每次只吃一个人吗 怎么现在成三个 班长 规定上并没有说怪物 每次只会吃一个人 一组组长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班长 目前能做的只有搜集信息 这个半小时 怪物出现了四次 同学人数从45人变为29人 幸存者狼狈地回到教室 每个人的桌子上 都出现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忏悔 书 注意事项 疫情写出自己后悔的事 不可撒谎 否则将成为怪物的实物 二 每个人所写的事情 不可以重复 三 此为记名 明日课前统一公布 我从抽屉里找笔 摸到了滑滑腻腻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 是一只眼球 啊 我叫出声 先翻了桌子 里面又滚出来两只眼睛 下课铃声响起 我只觉一阵眩运 再次睁眼 是在家门口 奇怪 怎么感觉这么累 而且 我摸了摸湿透的衣服 感觉似乎遗忘了什么 徐颖 你觉不觉得很奇怪 从未和我说过话的班长 竟坐到我身边 班长为什么空出这么多桌椅 确实 明明是29人 却有40几张桌子 我没说话 甚至刻意拉开距离 班长是许多女生的白月光 我若是接近 会惹他们生气的 班长离开后 赵楠坐到刚才班长坐过的位置上 笑眯眯地看着我 好姐妹 作业就拜托你了哦 我一愣 拿过他的本子 铃声响起 脑子里涌入那血腥害人的记忆 所有人的呼吸 都在那一瞬间凝制 我们竟然忘了昨晚的事 多媒体再次自动打开 展示着昨晚的忏悔 书 也没有人写出真正需要忏悔的事 我是如此 相信其他人一事 展示完忏悔 书在班群里发消息 赵鹏撒谎将被怪物吃掉 赵鹏猛地站起身 椅子倒在地上发出巨响 我撒什么谎啊 赵鹏的忏悔书被单独展示 我在同学书包里塞了一只青蛙 但那是被老大逼的 老大就是死去的混混 浓郁的雾气透过窗缝 将整间教室填满 当雾气散尽 眼前的场景几乎让我昏死过去 那是瘦高瘦高的勾楼身影 四只手在空中挥舞 他的头上长满了无数只眼睛 能锁定每个角落 他的肚子上有个大大的口子 里面渗出腥臭的液体 怪物的手抓住赵鹏的四只 不断拉扯 让我想起了车链 同学们被吓得惊声尖叫 四处逃窜 而我则腿软到动弹不得 呆呆地看见赵鹏被扯成几块 他的血喷洒在我脸上 热热的 徐颖快跑 班长拉过我的手 拖着我逃跑 很气的班长道 班长看了我一眼 脱下校服外套 沾了点水滴给我 擦一擦 他指着我的脸 这才想起脸上沾了赵鹏的血 可 他的校服 我不敢接 班长抿着嘴唇 有些不耐烦地擦了擦我的脸 我下意识想后退 却被他扣住后脑勺 别动 说不定血腥味也会引来怪物 我瞬间老实了 吃掉赵鹏后 宣布休息十分钟 为了缓解恐惧 我随口找了个话题 为什么说赵鹏在撒谎 你不知道 班长眸光如炬 仿佛要将我洞穿 我茫然地摇头 他放的是蛇 班长推了推眼镜 而且没有人逼迫他 竟然是蛇 我一愣 他到底是有多讨厌那个人啊 竟然 不是讨厌 班长打断我 徐颖不是讨厌 总感觉他的话别有深意 可 有什么深意呢 规则更新 六安全场所是天台 每隔半个小时 场所会变化一次 距离怪物出现还有三分钟 群消息和规则更新的广播一同出现 我俩立刻起身 往天台跑去 理科实验室在二楼 两分钟勉强赶到天台 老话总说 爬坡容易下坡难 可我总觉得上楼梯更累一些 两层之后 我累到腿都迈不动 班长刻意压下 速度迁就 我喘着粗气 班长 你先过去吧 班长抿着嘴唇 拉着我的胳膊往上跑 前面有好几个同学 也在拼命逃窜 五楼 六楼 还有几级台阶 快 怪物的吼声在身后响起 跟在后面的同学 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 他们在哭着求饶 可怪物没有人性 我强忍着没有回头 踏上最后一级台阶 幸存者的眼里 没有任何光 他们抱着胳膊 瑟瑟发抖 为什么我们要遇到这种事 是啊 为什么 我们只是普通学生 不是食恶不赦的坏蛋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遭遇 怪物在楼下嘶吼 他似乎没吃饱 这样的话 他根本不会休息 可安全区半小时后 就会失效 有人问 班长 我们该怎么办 对呀 你是班长 想想办法呀 我不想死在这里 他站在高位 有责任带领大家渡过难关 这应该是所有人的想法 班长道 我觉得怪物吃人 一定是有某种规律或者原因的 如果不弄清楚 没有谁能逃得掉 那应该怎么弄清楚 你说个办法 我们照做 人们将它视作救命稻草 可我看到了班长脸上 一闪而过的嫌弃 这时 有人提出质疑 第一天 在班长的带领下 几乎死了一半的人 他真的有能力领导大家吗 这个质疑 如同小石子 被投入弧面 却激起大片水花 质疑瞬间在人群中蔓延 在极端的恐惧下 班长被脱下高位 副班长顺理成章顶替 副班长说 剩下25人 一定要团结一心 共同躲避怪物 该怎么躲避 有人问 无论躲到哪里 他都能准确地将人找出 所有人都会死 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副班长道 怪物吃完人 就会休息10分钟 那我们给他准备食物就好 趁他休息 正好可以逃到下一个安全区 一个人的牺牲 换来其他人的安全 哪怕只有10分钟也值得 可是 究竟该牺牲谁 无数道视线化作囚龙 将我牢牢锁住 此刻 我是龙中鸟 任人宰割 且无法挣扎 所有人都在一瞬间 选择舍弃我 答案明明早已确定 可副班长却还是装模作样 要投票 结果可想而知 为什么是我 凭什么是我 有好多话想说出口 可是 我不敢 因为这24个人 全部都是我的敌人 从始至终都是 和平常一样 我低下头 放弃反抗 可这一次 班长走到我身边 也成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他的声音很冷漠 又夹杂几分愤怒 牺牲徐颖之后 又要牺牲谁 副班长被噎了一下 可此刻 只要能解燃没知己就够了 于是 在安全区快要失效时 我被推回了楼梯 恐惧填满了整个大脑 我下意识地转身 可 门紧闭 怪物在一点点靠近 我甚至能听到 他滴答滴答流着口水的声音 我真的要死了吗 一个人孤零零地 被怪物杀死 徐颖 好像听到了班长的声音 一回头 他真的站在那里 他抓着我的手 一边跑 一边倒 还有五分钟 安全区就失效了 怪物会首先出现在人多的地方 只要熬过这五分钟 我们就安全了 可是 你为什么要 班长猛然停下 怪物来了 仿佛猫玩弄老鼠一般 无数双眼睛 带着细谐的笑意 班长拉着我往反方向跑 学校的教学楼 有两个楼梯 一个室内 一个室外 虽然不敢回头 但我能感觉到 怪物在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 他似乎不再像昨晚那样 只会吃人 而是学会了玩弄猎物 他在等我们精疲力竭 我们沿着室外的楼梯向下跑 进了二楼最近的教室 那是理科实验室 锁好门 来不及歇一口气 班长在药品柜里 找到好几瓶浓硫酸和高猛酸甲 柜子里有好多危险的化学物品 要是只有化学老师才有 班长是怎么拿到的 拿着这个 班长塞给我两瓶硫酸 我赶忙抱进怀里 哪怕平塞很紧 但生怕洒了 班长看着外上的手表 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五分钟到 楼上响起尖叫声 以及杂乱的脚步声 我平住呼吸 仔细听着动静 心律飞升 是恐惧吗 但好像不太一样 见我在发愣 班长推了推我 徐颖 你信不信我 这两天 被班长救了无数次 我坚定地点头 班长道 那等一下不要去安全区 喂 为什么 我想试试能不能杀掉他 班长竟然想杀掉了一个怪物 我觉得他疯了 他那么可怕 怎么可能有办法杀掉他 班长道 你难道不想摆脱他吗 当然想 谁不想摆脱这个怪物 徐颖 别害怕 相信我 他漆黑如墨的眼眸 写满了坚定语决绝 我只好点头 怪物吃掉了林青青 休息十分钟 第二个安全区 在三楼女厕所 我和班长并没有去 而是抱着化学物品 去操场上等着怪物出现 我问班长 为什么现在想着要消灭怪物 班长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 问了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 记得我是谁吗 你是班长啊 班长摇了摇头 徐颖 我不是班长 我愣住了 他不是班长还能是谁 班长叹了口气 嘻喃了一句什么 可我没听清 路上 我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定睛一看 是一条大腿 腿上还有一副碎片 但不是校服 学校规定必须穿校服 只有几个不听话的学生会穿私服 其中就有林青青 我吓了一跳 手一抖 药品差点摔在地上 明明是如此血腥的场景 可我的眼睛 却不自觉盯着看 煞时间 大脑一片空白 哪里还记得班长的计划 幸好班长李志 迅速将硫酸和高猛酸甲 拖到怪物身上 又点燃打火机扔了过去 浓硫酸腐蚀性强 高猛酸甲与火爆炸 怪物拥有实体 自然会怕这些 他发出刺耳的叫声 听不出是愤怒还是悲悯 校内广播响起 又是那个熟悉的女生 徐颖和某某杀掉怪物 今日授课结束 请回到班级 班长的名字 被滋滋的电流声替代 我松了口气 问班长 竟然怪物死了 这一切是不是就结束了 班长摇头 广播里说的是今天 这意味着明晚依旧得继续 这无边的噩梦 第二天幸存24人 晚上7点 噩梦继续 赵鹏因撒谎而死 昨晚的忏悔书 没人撒谎 电子屏幕上展示着 所有人的忏悔书 一张张扫去 内容几乎都与某个人相关 我将某某锁在厕所里 我污蔑某某偷了班费 几倍发凉 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学 竟做了这种猪狗不如之事 真的没办法惩罚这群人渣了吗 我的胸膛剧烈起伏 恍惚间听到怪物的吼声 同学们乱作一团 吵着让班长想办法 毕竟昨晚是我和班长杀怪物 班长语气淡漠 你们不妨再讨论讨论牺牲谁吧 说完 他握住我的手腕 走吧 我们离开着 赵楠跟在我们身后 不少同学见状 也纷纷跟了上来 怪物的声音越来越近 我平住呼吸 仔细听了一会儿 颤抖着声音道 人这么多 怪物会不会来杀我们 会 班长笃定道 他的声音不低 身后众人也都听到 门延皆是慌乱 班长 昨天你已经杀过他一次了 今天再杀了他吧 班长冷冷地向后扫了一眼 莫迪将我推进旁边的教室 他迅速闪身 将门死死锁上 门外传来四心裂肺的尖叫 以及哀求 班长 开门 开门啊 救命 能够想象门外是怎样一副惨状 我有些不忍 手刚碰上门 就被班长喝止 要做什么 我想 让他们进来 班长气笑了 放他们进来 再把怪物引进来 确实 一旦开门 那这间教室就成了聚集去 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班长的胸膛起伏了一会儿 似乎在竭力压制自己的脾气 好半天都没说话 几分钟后 门外的声音消失 怪物吃掉了肚子疼 何文君 李新宇 休息十分钟 看到消息后 班长打开门 走吧 门外 鲜血染红了整片墙 尸体残肢混在一起 不知道哪个部分属于谁 墙角 赵男捂着头瑟瑟发抖 嘴里念叨着什么 我赶紧过去扶他起来 他疯疯癫癫地说着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或许是因为目睹了怪物吃人 所以被吓坏了 我扶着他 跟在班长身后 赵男总是走一会儿停一会儿 或者忽然开始疯狂大叫 或是拼命往回跑 如果怪物出现 带着他 我们三个都跑不掉 但我不能见死不救 也不能拖累班长 这两天 给他添了不少麻烦 班长 你先走吧 我和赵男一起 班长的视线很锋利 你是真心想救他吗 我愣了愣 不懂他为什么这么问 但 我确实是真心 见我点头 这一次 班长什么都没说 禁止走进黑暗的楼道里 将我留在后面 这样渐行渐远 让我鼻子有些酸 直到班长的身影完全消失 我这才转身去寻找赵男 赵男所在角落里 捂着头 嘴里依旧重复着 对不起 你在向谁道歉 我蹲在他面前轻声问 他抬起头 眼神涣散 似乎在思考 为什么要道歉 时间一点点流逝 再不快点 怪物要来了 他依旧没有开口 五 四 三 二 一 二 赵男的叫声 仿佛要冲破云霄 嘀嘀哒哒的声音 是从赵男下体传出的 他被吓得尿裤子了 我有些好笑 怪物抓住赵男 拧毛巾式的 拧着他的头和脚 他的脸随身体 一道扭曲变形 徐颖 救救我 救救我 我嫌弃地擦掉 他喷出的血液 冷眼旁观 直到赵男的身体 被一分为二 内脏洒了一地 怪物咬下他的手 现保湿的递到我面前 我笑着摸了摸他的肚子 拿出手机 在扳机群发布消息 怪物吃掉了赵男 休息十分钟 去吧 该更新安全区了 随后 怪物模仿着我的声音 发布了通知 我叫徐颖 在新学期的第一天 跳楼自杀了 再次醒来 变身处于这场大逃杀之中 可我忘了自己的死亡 是什么时候想起来的呢 或许是怪物每杀一个人 都要留下什么 在我面前 或许是他杀人的顺序 恰好是我最讨厌的人的排序 又或许是他们一致牺牲我时 那冷漠与无情带来的刺激 总之 我想起了一切 我被高三一般全体人害死了 所以 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死 这场课程 所有的规则皆由我制定 得想想 该怎样才能让他们最痛苦的死去 第三天 幸存15人 幸存者不再像第一天那样慌乱不安 表情麻木中又带着庆幸 似乎在庆祝自己又活过一天 这些忏悔书 无一例外又是关于我 他们撕碎我的试卷 撕烂我的书本 弄坏我的书桌 在凳子上抹胶水 他们将我按在洗手池里 将我从头到脚浇透 他们像对待奴隶那样对待我 他们如是在忏悔书上 写下对我的暴行 却吝啬地不肯写出自己的愧疚 我扶在怪物身上 边哭边笑 怪物呜呜两声 回应着我的情绪 第四天 展示忏悔书的几分钟 幸存者们开了个会 或许这几天刺激太大 这些人反倒冷静下来 他们讨论着自救方法 即杀死怪物 先前我与班长杀过一次 有了先例 便更好动手 我游离在群体之外 一言不发听着他们讨论 过了一会儿 副班长直接下达任务 果然 我是诱饵 他们要我站在安全区外 吸引怪物注意 怪物吃我时 其余人从安全区泼硫酸 和其他可燃物 烧死怪物 他们觉得 这个计划完美无缺 问同样沉默的班长 觉得怎么样 班长轻飘飘 留下一句自寻死路 便拉着我离开了 楼梯口 我正开班长的手 我也觉得 不应该坐以待毙 班长的语气依旧平淡 所以你要和他们一起吗 对 他们让你去死啊 许颖 其实我早就死了 沉默片刻 班长叹了口气 那你去吧 班长 挺想告诉他 如果当时能有个人 像他这样护着我 或许 我也不会选择自杀 怪物来临 计划却卡在第一步 要凭储藏柜是锁着的 钥匙在班长手里 可没人知道 班长去了呢 群里at也不回复 你和班长关系不是很好吗 去找他拿钥匙 副班长疯了一班摇晃着我 环视一周 他们眼眶通红 里头只有寒意 我末地有些哽咽 问为什么是我 这是我第一次发问 可他们并没理解 我究竟因什么发问 赶紧去 副班长高声尖叫 狠狠甩了我一耳光 指甲划伤了我的皮肤 好疼 当初 他主动向身为转学生的我示好 和我成为朋友 得知我想竞选班长时 大力支持 可我当选后 没多久就被他带头孤立 再后来 是霸凌与折磨 他揪着我的头发 一遍遍伤我耳光 逼我下跪道歉时 我也是这么疼 我讨厌他 甚至有生理性厌恶 饶事如此 也让他活到了现在 察觉到我的情绪 怪物愈发烦躁 我微微一笑 怪物凭空出现在副班长面前 却并没有杀他 而是伸长手 抓住他身后的男生 他是副班长的舔狗 为了博美人一笑 使劲浑身解数欺负我 班长说得对 有些人这样对我 并不一定是讨厌 只是因为其他人如此 怪物一口咬掉男生的头 脑浆和血液 喷在副班长脸上 弄脏了他白嫩的小脸 他软了腿跌倒在地 张着嘴 失声失语 胸口剧烈起伏 怪物轻轻拖起我 让我坐在他肩上 迎上他们震惊的目光 我微笑着说 现在所有规则都作废 随着一声尖叫 所有人都如梦方形 开始四处逃窜 我故意放他们逃跑 怪物叫了一声 他腹腔的大口里 爬出无数只小怪物 我轻笑一声 去吧 小怪物们得到指令 如蜘蛛般爬满四面八方 当时没有任何人放过我 现在就没有任何人能逃掉 副班长好几次想站起来 却腿软的又跌坐回去 他看了我一眼 见我没动 又尝试几次 依旧站不起来 便干脆在地上爬 丑态闭露 让我心情愉悦 怪物不紧不慢 跟在副班长身后 看他像虫子一样拼命蠕动 爬一会儿还要往后看一眼 当看到没有甩掉怪物时 他发出奇怪的叫声 更加卖力往前爬 没有人来救他 就像当时没有人救我一样 前面有人 副班长像看到了救星 扯着嗓子尖叫 救救我 救救我 那人转身 脸上是冷漠与不屑 在怪物身上的我愣住了 班 班长 老实说 我不愿让班长 看到自己这副模样 所以才费尽心思将他推开 可 还是碰到了 在我恍神的时候 怪物也停下脚步 副班长抓住班长的腿 想接力爬起来 可班长一脸嫌恶 往后挪了挪 不想与他有任何接触 徐颖 如果所有人都死掉 你就会满意吗 我张了张嘴巴 却发不出声音 班长继续道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会永远消失 虽然我也不清楚 但老人们总说人死后了却执念 就会往生 报复是我的执念 结束了 我自然是会消失的 我末的一惊 明明所有人都忘了我死去的事 班长怎么会记得 你知道些什么 我颤抖着声音问 徐颖 这个班的班长是你 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高三上学期 转学生的我成功当选班长 在以前的学校 我本就是班长 因此做起来得心应手 我以为自己已经融入了集体 可 那一天 班费不见了 所有人口径一致 说小偷只能是我 因为每天锁门的人 就是我 我百口莫辩 遭到孤立 后来被霸凌 我被堵在厕所 副班长拍拍我的脸 露出一贯甜美的笑容 听说你转学之前 抢了别人男朋友 我没有 他们完全不听我的辩驳 拿手机录着视频 不仅是小三 还是小偷 真剑 我流着眼泪 拼命摇头 我没有 我没有 你当然没有 副班长凑近我耳边 小声道 是我做的 转学第一天 是他主动笑着说 要和我做朋友 又带我熟悉校园 我从未想过 他竟然会这么对我 那一整个学期 我顶着班长的职务 有事而不见 原因无他 老是觉得是同学间的 小打小闹 父母觉得 问题在我 因为在上一个学校 被我抢走男朋友的女生 做了极端的事情 割腕自杀 万幸保住了性命 在所有人眼中 他是受害者 所以我要被大众处刑 他们不会理会 我究竟有没有做这样的事 好多次都想着 和这群人渣同归于尽 可我想要未来 我要好好活着 新学期的第一天 是变本加厉的欺凌 自习课下 副班长将我叫到 理科实验室 里面还有好几个男生 有同班的混混 也有不认识的人 我心中警铃大作 几乎瞬间就明白过来 他们一步步向我靠近 我哭着求副班长放过我 当牛做马都可以 可他只是吃笑一声 举起手机 录下我的丑态 我大叫一声 抓起手边的东西 猛地朝他们砸去 趁他们躲避的空当 跑了出去 他们不紧不慢 在后面追 我慌不择路跑上楼梯 我的拼命 没能换来奇迹 天台上 我筋疲力尽 几人缓慢向我靠近 求求你们了 放过我 你们已经忍受这么久了 我想去大学 想和喜欢的男孩子谈恋爱 想要美好的未来 我以为 这一定是唾手可得的事 可现实给了我沉重一击 他在逼迫我死 死 视线下落 那是深不见底的黑暗 那就去死好了 我闭上眼睛 向后仰去 再睁开眼 便处于这场游戏之中 所以班长一直都是我 我惊讶地看着他 那你是谁 他缓缓走近 将我从怪物肩头拉下 涌入怀中 声音微微颤抖 小影 是我 梁争 梁争 在哭天喊地的哀嚎声中 我终于想起了最后的事 他是梁争 是我喜欢的人 我们约好去一样的大学 一起迎接未来 可我 选择留在过去 你为什么 会来这里 他不是我们班的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我不相信你是自杀 所以拖流进你的学校调查 然后就 见到了你 梁争的声音有些哽咽 我们的对话 唤起了副班长的回忆 他封了一班 拎起手边的东西 砸向我 边砸边哭喊 你这个贱人 我都道歉了你 还想怎么样 是你自己跳下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怪物的怒火在聚集 只等我的命令 便能将它撕成碎片 可我只想亲自动手 梁争会拦我吗 小影 梁争握住我的手 我不拦你的 但是 再让我多看看你好不好 好 这几天 我和梁争在校园里玩闹 就像普通情侣那样 课程的最后一天 副班长的精神面临崩溃 不断要求我放过他 可我一丝犹豫也无 将他逼至天台 最后 他往下看了一眼 张开双臂后仰 最后一个人死去 这个空间开始塌陷 梁争握着我的手 让我在奈何桥上 多等等他 好 我等你 番外 我叫梁争 喜欢上了隔壁班上的徐颖 我俩都是班尾 经常要一起组织活动 渐渐的被他吸引了 向他表白的时候 徐颖红着脸说 我不早恋的 虽然早知他是乖学生 对早恋一事避之不及 但还是忍不住失落 可徐颖拉着我的一脚 小眼神四处乱看 结结巴巴的说 我可以成年了再和你 谈恋爱 可不可以等等我 后来 有奇怪的谣言传出 说徐颖抢了别人的男朋友 而那个男朋友 就是我 徐颖受到孤立 甚至有些害怕和我接触 直到他转学我才知道 原来喜欢我这张脸的女生 竟这样躲 去了新学校 徐颖开心的和我分享各种事 数着还有多少天能成年 我告诉他 多久我都等 可是 小颖死了 尸体面目全非 我不相信 那么憧憬未来的他 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于是趁晚上偷偷溜进他们学校 正好是晚自习 他们班很奇怪 一丝声音都没有 当我好奇踏入时 却进了另一个空间 我看到了死去的小颖 我激动地向他搭话 他却抗拒地躲开 甚至叫我班长 这个时候 我才意识到不对 我观察了两个晚上 知道这个空间 应该是小颖创造的 他要复仇 可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杀掉怪物 也只是为了证明此事 而非救人 那些伤害过他的人 我也一个都不想放过 于是借着植物之变 让更多人死去 当最后一个人死去 空间塌陷 我知道 以后再也没办法 见到小颖了 睁开眼 是在医院 看我茫然的眼神 医生解释 一种高三一般的教室 天花板忽然塌陷 所有人都被埋在其中 虽然没人死去 但都陷入昏迷 没有人死去 呼得泪眼朦胧 我的小颖 为什么这么善良 他放过了所有人 我知道的 小颖想要的 只是加害者诚挚的道歉 否则为什么会设置 忏悔缓解 可那些人 根本没有悔过 甚至还想一次次牺牲他 这些恶人会有未来 可我的小颖 我未来的女朋友 永永远远留在过去 留在17岁05个月 晚安